全球知名制药经理人杂志成就发布了 2021年全球 Top50制药企业排行榜 榜单以各大企业 2020年处方要销售额进行综合排序 其中 罗氏以474.92亿美元销售额 蝉联榜单榜首 诺华以472.02亿美元保住了榜单第二名 艾伯维以443.41亿美元 压过强生 辉瑞位列第三名 下面根据综合数据提具体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1. 罗氏 瑞士2020年销售额是474亿美元 研发投入约113亿美元 罗氏公司是在国际健康事业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以科研开发为基础的跨国公司 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 是世界500强企业 罗氏始创于1896年10月 罗氏的业务范围主要涉及 药品、医疗诊断、维生素和精细化工 香精香料等四大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罗氏还在一些重要的医学领域如神 精系统、病毒学、传染病学、肿瘤学、心血管疾病 严症免疫、皮肤病学、新陈代谢稳问 基骨科疾病等领域从事开发、发展和产品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 罗氏的科学家曾经三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 另外 罗氏在瑞士的巴塞尔 美国的纳特利和帕罗阿托等地设有大型科研中心 其中 罗氏巴塞尔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疾病 研究中心和美国的基因研究中心 在国际医药界享有很高的生育 罗氏的药品生产部门历史悠久 主要生产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传染病 炎症 心血管疾病 肿瘤 病毒感染 皮肤病 肥胖症等的各类药物 罗氏主要产品有希罗达 特罗凯 罗盖全 消息 罗氏分 赫塞厅 安维厅 美罗华等 二 诺华来自瑞士 2020年销售额是472亿美元 研发投入了约84亿美元 世界三大药企之一 诺华 Novatis 即全球医药健康行业的跨国企业 诺华集团 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 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诺华中国总部于1997年成立 诺华集团拥有多元化的业务组合 涵盖创新专利药 严科保健 非专利药 消费者保健和疫苗及诊断等多个领域 并在所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诺华已经从一家仅拥有制药业务的企业 成长为涵盖创新专利药 严科保健 非专利药 消费者保健 以及疫苗 和诊断的多元化 医药健康行业全球领军者 诺华在业内外享誉盛名 比如在2011到2013年 连续三年蝉联 财富杂志 全球最受尊敬公司制药行业首位 2012年 诺华公司 全球最受尊敬企业医药保健企业平权首位 2010年 在新闻周刊发布的Green Ranking 绿色指数 全球榜单排名中 诺华居医药健康行业首位 诺华主要产品是诺氏的 菲尼陀 格利韦 达西纳 善龙 戴文和加维勒 金管苏维坦 帕坦洛 维权特 杰克韦 伯贝特 新山地名和恩格瑞等 肿瘤产品包括 格利韦 伊玛替尼 达西纳尼 洛替尼 杰克韦 卢可 替尼 赞克达 塞瑞 替尼 维权特 帕作 帕尼 菲尼 妥 亦为 莫斯 狐龙 来驱坐 泽泰 坐来 令酸 瑞弗兰 艾曲 伯帕 皮斯特 阿里 瑞 薄 西利 三 艾伯维来自美国 2020年销售额是443亿美元 研发投入了约51亿美元 是全球著名的研究型生物制药公司 艾伯维产品线涉及多个疾病领域 涵盖免疫学领域 抗病毒学领域 肾脏学领域以及麻醉学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艾伯维与中国的医学界紧密合作 共同开展覆盖饼干 肿瘤 免疫学 神经科学 疼痛和妇科健康等领域的临床研究 公司拥有约3万名遍布全球的科学家 研究人员 传播者 制造专家和法规专家 专注于免疫学 病毒学 神经科学等领域 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增长 并解决世界上紧迫的健康难题 尤其是2019年1月11日 艾伯维在第四届 医师报医学家峰会2019上 再次荣获十大医药先锋企业称号 艾伯维作为一家创新型的 专注于特药的生物制药公司 艾伯维的聚焦点在免疫肿瘤 抗病毒及神经科学四大主要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免疫领域 艾伯维在全球拥有17个适应症的 药王 修美乐 拥有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的 在研药物 在抗病毒领域 艾伯维拥有从全球饼干领域的 新贵走向王者的 泛基因型重磅药物 在肿瘤领域 拥有多次获得优先审评的 BankoX Data等等 尤其是艾伯维 67%的3 3B7 临床研究被科学界认为 具有首创性 据Volivetour的预测 到2022年 艾伯维的研发线价值 将排全球第三 有4个排名前20的 最具价值的研发产品 艾伯维主要产品有 修美乐 CMira 克力质 Coletra Govia 该纯 Kelsojax 西宝弗宁 Cybofuin 圣普勒 Zamper 是全球首个维生素 低受体机动剂 4 强生来自美国 2020年销售额 是431亿美元 研发投入 约95亿美元 世界上规模最大 产品多元化的 医疗卫生保健品 即消费者 护理产品公司 美国强生 Johnson Johnson 成立于1886年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产品多元化的 医疗卫生保健品 即消费者 护理产品公司 据财富和商业周刊 97年公布的结果 强生公司市场 价值指标评比 名列全球第20位 并未居全美十大 最令人羡慕的公司之列 强生公司 最具综合性 分布范围最广的 卫生保健产品制造商 健康服务提供省 公司创建于1886年 产品畅销于 175个国家地区 生产及销售产品 涉及护理产品 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材 及诊断产品市场 等多个领域 19世纪末 美国内战期间 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生 约瑟福里斯特 发现了手术室内 通过空气传播的细菌 率先创立了 看不见的细菌这一学说 在当时 担任过占地医疗工作的 罗伯特伍的强生将军 成为最早会演认同 李斯特这一理论学说的人 1886年 强生和他的两个兄弟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鲁斯威克 共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事业 生产无菌外壳服料 并正式创建了强生公司 他们雇佣了14名员工 并在全球同行业中 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强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 陆续于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与澳大利亚 等地区相继成立新国际性公司 生产高品质的健康产品 推动着全球的健康发展 强生主要产品 敏感极流行性 非流行性感冒 慢性支气管炎 消化系统治疗 头皮健康治疗 皮肤症状治疗 心理治疗 疼痛症状缓解 骨骼治疗 癌症治疗 女性健康护理 糖尿病 微疮手术 伤口缝合 心脑血管健康 骨骼健康 气血消毒 诊断类产品吉福 婴儿健康护理系列 成人护肤品系列 女性健康护理用品 视力保健产品 个人健康护理产品等系列 强生旗下拥有 强生婴儿 路德清 可灵可利 焦爽 邦迪 达克宁 泰诺等众多著名品牌 最畅销药物 优特克丹康 Celra 达雷木丹康 Dorchlex 与阿比特隆 City 强生医疗主要产品 未用于微疮及开放性手术 如伤口缝合 温合器 超声刀 合成扇气修补 以及可吸收止血上 电生理学 如导管及其相关技术 糖尿病护理 如血糖衣 骨科 如关节重建创伤 技术 运动医学 合面 以及动力工具 美容整形 如乳房 甲体 以及感染预防 如过氧化新等离子 低温灭菌系列的医疗器材 5 百石美食贵宝 来自于美国 2020年销售额 是419亿美元 研发投入 约92亿美元 它是全球诸多领域 领先的生物医药公司之一 百石美食贵宝公司 是一家以科研为基础的 全球性的 从事医药保健 及个人获利产品的 多元化企业 其主要业务涵盖医药产品 日用消费品 营养品 及医疗器械 百石美食贵宝 在美国已有100多年历史 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公司在治疗心血管疾病 代谢急传染性疾病 中疏神经系统疾病 皮肤疾病 以及癌症的创新药物研制方面 居全球领先地位 婴儿配方奶粉和美发产品的 研制及生产方面 百石美食贵宝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百石美食贵宝公司 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以研发为基础的 全球性医药企业 除了核心的制药业务外 医疗保健业务包括 百石美食贵宝 尤其以婴幼儿配方奶粉闻名 比如在婴幼儿 营养方面 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 美赞臣Meet Johnson公司 比如提供造口和创伤治疗产品 康复宝 康复宝公司等 百石美食贵宝的主要产品 有哪些呢 药品方面 以抗病毒药物 心血管药物 抗癌药物 中疏神经药物等最为有名 比如金石耳康系列的 金石耳康 石耳康 维康服 SWU排抗妄想症药 维普斯埃脂类抗高血压 MT卡维和肝类似乌药物 治疗慢易肝 在医疗设备方面 包括绞型的或其他插入件 补治生成产品等 在非鼠方保健方面 比如Golbert牌 有婴儿保健仪器 以及其他营养维他命产品 止痛药 皮肤药等 在化妆品 极健美产品 和家庭产品方面 其中有著名的 MISC Aero Atasar Condition牌 头发用品 CBIT牌皮肤用品 Vanish牌洗碗机等 6.墨沙东来自于美国 它的2020年销售 是414亿美元 研发投入 约79亿美元 全球医疗行业的领先者 墨沙东 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 肯尼沃斯市的 一家生物巨头 早在2014年 墨沙东全球销售总额 达422亿美元 研发投入达65亿美元 除处方要业务 墨沙东在中国 还包括动物保健业务 近50种兽医产品 涉及家畜 家庭和宠物的疾病预防 治疗疾控制等多个领域 致力于保护和关怀 动物健康 以及与其休息与共的人类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 墨沙东投资曾经投资15亿美元 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研发中心 尤其是墨沙东杭州新厂 投入使用 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最先进 规模最大的制药生产包装工厂之一 墨沙东实验室科研 享誉世界 其中主要成就包括 1934年 快速短效麻醉剂 1936年 合成维生素B1 1942年 第一个抗生素 青霉素甲 1943年 抗感染药物 黄腕类抗生素 1948年 维生素B12 第一个 皮质类固醇可低松 第一个 胺基糖肝类抗生素 脸霉素 1955年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波尼松 1963年 麻疹疫苗 1965年 肖炎痛NASED 1967年 腮腺炎疫苗 1970年 利尿剂 颜森阿米洛利 70年代 推出世界首个防晒指数 1974年 第一个 碳青霉锡类抗生素 太能 1975年 核蒙症药物 一维菌素 1982年 首个基因工程 已干疫苗问世 80年代 十余种新药问世 2006年 第一个 癌症疫苗Gordazil 四家人 乳头流病毒疫苗 2006年 新型肝型糖尿病 口服药物 杰诺维 2007年 肯艾滋病药物 艾生特 2006年至2012年 Rotate Take 5 加轮状病毒疫苗 艾生特 HIV医治疗药物 Gordazil 杰诺维和 Viculis 新一代 抗饼干口服药物 这五个产品 都荣获该轮奖 墨沙东主要产品 艾克松 罗库绣碗注射液 艾生特 拉提拉维甲片 安康性 伊托考西片 安特尔 安基奥利奥 西瓜片等等 疫苗 加达修四架 人乳头流病毒疫苗 酿酒胶母 热德口服五架 重配轮状病毒 减毒活疫苗 微乳细胞 扭墨法23架 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维康特 甲型肝炎 纯化面活疫苗等 值得一提的是 墨沙东帕 伯利珠单抗注射液 等PDEPDLE 单抗药物 已成为全球肿瘤 药物市场的 代表性药物之一 作为免疫肿瘤治疗的 代表性药物之一的 可瑞达 因2015年 治疗美国前总统 卡特的 恶性黑色素瘤 一举长名 被FDA批准 可适用于 非小细胞肺癌 胃癌 宫颈癌 恶性黑色素瘤 等八个肿瘤 和十二个适应症 7.塞诺菲 来自于法国 2020年销售额 是358亿美元 研发投入了 约58亿美元 塞诺菲 Sanofi是一家 全球领先的 医药健康企业 以患者需求为本 研究 开发并推广 创新的治疗方案 塞诺菲的主要业务 涵盖三个领域 制药 人用疫苗盒 动物保健 2014年 塞诺菲 净销售额达 337.70亿欧元 塞诺菲早在2018年 治疗业务收入 在其总收入中 占据很大比例 其中 超过25%的收入 来源于塞诺菲 最畅销的三种药物 比如 肝精胰岛素Ventus 伊诺甘素 Lopenox 和特利福安 不一之用 塞诺菲的主要产品 在领域 厨房药领域 在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肿瘤 中疏神经系统疾病 内科疾病等领域 拥有创新的产品 在疫苗领域中 塞诺菲旗下疫苗事业部 塞诺菲巴斯德 是世界领先的 疫苗生产企业 塞诺菲巴斯德 在预防流感 肺炎和儿童疾病等领域 拥有创新的疫苗产品 在健康药业领域 塞诺菲完成了 对BMP太阳石的收购 一举成为 中国领先的 健康药业企业 并在维生素 矿物质补充品 和感冒咳嗽 两大品类中 拥有优质产品 在领域罕见病 健赞 詹诺菲是世界领先的 生物科技公司之一 也是全球 罕见病领域的领导者 在动物保健领域 梅里亚 梅里尔士塞诺菲集团的 动物保健部 领先全球动物保健行业 8 辉瑞来自于美国 2020年销售额是 356亿美元 研发投入约88亿美元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拥有150年历史的 领先医药企业 辉瑞药厂成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医药企业 其总部设于纽约 辉瑞公司的产品 覆盖了包括化学药物 生物之际 疫苗 健康药物等诸多 广泛而极具 潜力的治疗 及健康领域 同时 其卓越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畅销产品包括 将胆固醇药力不多 降压药 落活系 口服抗针菌药 大福康 抗生素吸收美 以及致阳尾药 万艾可等 辉瑞公司的股票 于2004年4月8日 成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成分股 辉瑞公司为人类 及动物的健康发现 开发 生产和推广各种领先的处方药 以及许多世界最持名的消费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新辉瑞是由 辉瑞和法马西亚公司 携手创立的一家 拥有空前规模 广泛的产品治疗领域 和产品系列的全球药业拘博 新辉瑞公司 包括三个业务领域 医药保健 动物保健 以及消费者保健品 公司的创新产品 行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施 和检测技术 其一流的检测分析手段 及其完美的质量保障体系 使公司的产品全部达到或超过了 中国药点和美国药点标准 且公司产品获准出口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及欧洲等地 9.葛兰素史克来自于英国 2020年销售额是305亿美元 研发投入约59亿美元 葛兰素史克是唯一被世界 卫生组织确定的 三大全球性疾病 瘧疾 艾滋病和结合病 研制药物和疫苗的公司 葛兰素史克 由葛兰素为康和史克 必成合并而成 于2000年12月成立 两家公司的历史 均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 各自在一个多世纪的 不断创新和数次合并中 在医药领域都确立了 世界级的领先地位 葛兰素史克公司在抗感染 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和胃肠道 代谢四大医疗 领域代表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 在疫苗领域和抗肿瘤药物方面 也雄居全球行业榜首 另外 公司在消费保健领域 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主要产品包括非处方药 口腔护理品和营养保健饮料 葛兰素史克主要产品有哪些呢 在处方药领域 包括传染性疾病 癌症 癫症 心脏病 哮喘 皮肤核 性病和慢性足色性肺病 以及艾滋病 包括抗肝炎 抗艾滋病 抗哮喘 抗抑郁 抗肿瘤药品 抗生素 皮肤核性病产品等 非处方 葛兰素史克 非处方药包括感冒 止痛 抗风湿 鼻炎 去虫 皮肤科药物及皮肤护理产品等 在疫苗领域 葛兰素史克是全球大疫苗公司之一 比如甲型和乙型肝炎 白百破 麻塞风 小儿麻痹 伤汗 流感和细菌性脑膜炎等 用于预防甲肝 乙肝 水痘 麻塞风 流感 白百破等 是 阿斯利康来自于英国 2020年销售额是255亿美元 研发投入 约52亿美元 阿斯利康的许多产品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阿斯利康是一家全球性制药公司 成立于1913年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研发总部位于瑞典 有钱瑞典阿斯特拉公司 和前英国 杰利康公司于1999年合并而成 阿斯利康在诸多治疗领域 为患者提供赋予创新 若有成效的处方药产品 其中包括消化心血管 肿瘤 中枢神经 麻醉 呼吸和抗感染领域等 其中许多产品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阿斯利康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阿斯利康被列入到 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全球 以及显示企业良好社会责任度 在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LTS14 Good Index 阿斯利康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分为以下四大类 消化 心血管 呼吸 和止疼 在消化类药物领域 洛塞克 奥美拉措 全球销量最大的药品 在心血管类药物领域 贝塔洛克 90酸美托洛尔 波伊定 非洛蒂瓶 RAMES 安勒普六和阿特康 双清克尿塞 在呼吸类药物领域 普米克 布德奈德 伯利康尼 硫酸特布塔林 雷诺考特 布德奈德和吸入剂 推进装置 在麻醉类药物领域 罗派卡因 利多卡因 是全球销量最大的局部麻醉药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